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妹妹小妖的宝贝 我们临边是她送给我的 说只是暂时借给我玩 这个暂时 已经三百年了 小妖妹妹是我姑姑和师父的女儿 她小时候失踪了 她们都说她死了 但我总是抱着万一的希望 妻妻她还活着 等她来要回她的狐狸围巴 阿念也是师父的女儿 我宠爱她 就像宠爱小妖妹妹 来吧 来吧 还是算了吧 这人来了怎么不进来坐一下 我刚看见这屋里没光 我以为没人呢 请 这株玉露梅开得可真好啊 阿念想看再给她看着玩的 轩哥还真是疼妹妹 阿念呢 他怎么会允许我坐在这儿喝酒啊 阿念酒量非常浅 一杯就倒了 这会儿正在屋里做梅梦呢 这个桑身酒 跟我在别的地方喝的桑身酒 不太一样 好些年的陈酿啊 难得今日阿念有幸 想要喝酒 我便拿了出来 那我得多喝几杯 你们都是世家大族的子弟 怎么会跑到清水镇来受罪啊 若瑞 你来中原有些时日了 却极少出来 这次我和哥哥还担心请不到你呢 我现在输懒 能退掉的宴会全都退掉了 可是你跟风楼宴请 我是非来不可能 见过二位殿下 如必多礼 小妖 十一城里好玩的地方很多 你若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就让我哥哥陪你去 不是我替自己哥哥说好话 他这人 平日里不爱往女孩子跟前凑 看上去大大咧咧 但是对着你 肯定再细心捉到不过了 依应见过殿下 依应见过殿下 依应见过殿下